当然这场乌龙绝对不会出现在这场豪华婚礼当中 那么里面的所有镜头相信都是一清二楚 只是目前为止媒体所获得的讯息非常少 这是大S跟汪小飞的婚礼 目前可以说是把两岸三地的影剧媒体 全部都集合到了海南岛 那么大S租下了这个全洞的饭店 还拉起了封锁线 有上百名的摄影记者苦守在会场外面也不敢离开 守了一天一夜 那么这也让大S看起来是有点心软 最后呢他自己公布了这个亲友的入房的礼物 还有婚礼的照片 中午的时候还送出了便当 让这些辛苦的摄影记者们有饭可吃 是大S知道说大家很辛苦在这儿 对对对大家很辛苦所以给大家送给饭 还有水果啊 对下面有水果 一个个便当有菜有肉还有新鲜水果 这是大S替记者们贴心准备的营养午餐 送给大家的午餐 大S的婚礼本来打算保密进行 没想到却引来大批媒体疯狂抢拍 拿着摄影机顶着三十几度的高温 几十个人挤压记 只为了捕捉新娘子大S最美丽的镜头 见到记者们这么辛苦守在饭店外 一步也不敢离开 让态度强硬的大S也软了心肠 午餐时间还送上半店员工的便当餐 这个不是我们员工餐厅的菜 看看大S的便当里头到底有哪些菜色 主菜鸡肉小鸡腿配上翠绿青菜 还有几道简单的配菜 另一个便当盒则是添满了白饭 外加一根香蕉和苹果 菜色很简单 但意外出现的婚礼便当 让现场灰汗如雨的摄影们吃得津津有味 中天新闻林志远 很多配鱼海南岛报道